當然我剛剛有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要算字數以後你也可以順便學一個函數叫LEN LEN實際上就是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所有字數 總共840個字 所以將來我們要統計哪些文章的總字數 就是LEN 那當然前提是你必須要就放在一個儲存格裡面 因為我們是把長漢科全部都塞在A1裡面 所以他得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接下來就把它拆開來 就是每個字 就是長漢科的第一個字 放在A2、A3、A4一直到A841 因為我們從第二列開始放 為了要達到這樣的效果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函數叫RAW RAW是指的是這個列 那列的話呢 就是目前所在的列 得到的就第二列 但是我要的是第一 從1開始 所以把它減1 這樣OK 然後向下填滿 因為他每向下填滿就自動抓到他現在所在的列 然後就得到 就是我要的效果 從第二一直到841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就把它拆解了 那上面 其實你說老師為什麼上面要多一個單字 這個欄位名稱 跟各位講 因為 這個也是基本規則 只要是資料表或資料庫 它上面都會有欄位名稱 那這個是固定 有點像 底下的資料會上面給他一個標籤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不給怎麼辦 其實不給很麻煩 因為他就是有這種規則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 將來你要做樞紐分析的時候 那會有問題 OK 所以 我們大概要知道一下 反正就是給他 他 他要的這種資料形態 所以記得啦 上面理論上 都要給一個欄位名稱 那名稱要叫什麼啦 我實在想不到 我就講 給他一個叫單字好了 一個字 單一個字好了 OK 然後 底下就放他 每個單字的個別 一個字一個字 那你說老師那我將來要統計的不是單字 我要 詞的話 那你要拆啦 因為 這個地方可能還是需要要一個詞庫啦 因為 這個 詩裡面到底要怎麼拆這個字喔 恐怕你可能如果你有那個 詞庫表 那你一樣也可以拿來做統計 那你就可以知道 哪一些詞 可能你要列一個詞表 然後呢 各 出現的次數多少 你也可以排序 哪些詞 出現的次數是最高的 OK 那同樣的方法 也許你們可以自己在延伸 那接下來怎麼樣做出 這個 字屏的樞紐分析 那樞紐分析其實得到的結果就兩個啦 一般習慣就 看到一定是一個 統計的表 那如果我想要得到的就是說 他出現次數是大於 大於6次的 OK 大於6次 等於大於等於7啦 那就幫我列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根據這個表 幫我畫個圖 因為其實 如果以我們眼睛看的啦 說真的你看這個跟看這個啦 當然你看這個會最直覺 你看這個雖然也看得懂 可是說真的你消化的速度絕對沒有這個快 所以呢其實把 數據 圖像化 或者要 數據 視覺化 其實 現在還蠻夯的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是希望 可以把資料 快速先 抓下來 然後呢 快速的把它做 統計分析 有點像樞紐分析 然後快速畫出 對應的圖 出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你一目瞭然 那這些東西能夠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如果你像要做決策的時候 或者你要做研究的時候啦 做報告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說 對 你不能說沒有依據嘛 有沒有 那我從這個結果看得出來 他的字評最高的就是都是負面的為主 所以呢我可想的是白區 他在寫這個 詩的時候的心情應該大部分都是負面的居多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哪些字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先拆開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我先把它刪掉 我們重做一下 也許就是我這個重來好了 刪掉 那怎麼做 第一個先把這個做出來 一OK了 二的話呢 請你把游標放在 這個 A欄的任何一個儲存格 一般習慣不然你就放A1好了 然後再按下插入 樞紐分析表 OK 那其實剛剛做的東西 其實都是靠這個樞紐分析表 其實樞紐分析表非常好用 尤其你要做一些簡單的 這個統計分析 用這個真的還蠻容易的 那他主要做什麼呢 其實他 背後做的方式 大概 跟各位講 其實他就先把這裡面的字 把那個重複的都移除掉 就留下不重複的資料 然後再統計哪一些的 次數是多少 主要這兩個步驟 那 怎麼做 一先 優標放在這邊 二插入 樞紐分析表 那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這個 選取的範圍 是否正確 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工作表 是 自憑 驚嘆號 沒錯 然後哪裡到哪裡 A1 有沒有 就這個 到 A的 841 應該沒錯 因為我們總共有840個字 所以加上那個欄位名稱 多一個 所以841 那沒錯 OK 你就按確定就好了 他就會幫你把這些資料 帶到樞紐分析表 裡面做統計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會另外 幫你怎麼樣 再插入一個新的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地方 從這裡 前面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你要看到這個表格 將來表格會在這邊出現 那可是你要怎麼統計 你可以 從這邊 做一些分析 那因為這裡只有一個欄位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只有一個叫單字兩個字 這個就是欄位名稱 那我們只需要先把單字先拖拉到列 那你會發現 如果把單字拖拉到列的話 他就是主要統計的資料 統計的那個字 那你拖拉過來之後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 這個資料裡面 把它放到這邊 那他多一個動作就是移除重複的 OK 那如果說你希望呢 除了移除重複之外 還要幫我算一下 每個字出現的 次數的話 再來第二個 一樣把單字拖拉到值 拖拉到值的話就是 幫我再順便算一下 這裡面每個字出現的次數 各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他就會 幫我把 這個前面是移除重複 這個是算這個字出現的次數 我們這個地方大概就有了 我就大概知道 每個字 出現嘛 這個地方 他預設是按照 筆劃 所以你會發現 筆劃小的排前面 筆劃多的排下面 可是你說老師 可是我 不是 要 按照那個筆劃排序啦 我是希望按照那個 出現次數 排序的話 那你怎麼重新排序 很簡單 你就把游標放 B4上面 記得喔 一定要放 B4 然後再找到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做 Z到A的 OK這個可能不要點錯 資料裡面就有排序啦 有沒有 排序裡面 比較簡單的就點一下 Z到A 為什麼Z到A 因為我要 Z是比較大的 排到比較小的 相反的就A到Z 所以我點一下 有沒有放B4 資料裡面 Z到A 這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我重新排序 預設的話 是按照什麼 按照 這個字的 筆劃排序 那你重新排序的話 是按照 按照 這個出現的次數排序 OK 所以喔 好 那可是問題 老師 可是我不要這麼多 因為他這個 裡面總共 Ctrl向下 總共有 490 460幾種 那我不要這麼多 而且底下如果只有出現一次 6次的其實沒有什麼 價值啦 因為我其實只要想要知道 就是 出現次數多的 那我大概看一下 大概就是大於 6次的啦 就是不包含6 因為6也太多了 如果你想要多去篩資料的話 你可以6 6也可以啦 6好像也蠻有參考價值的 那假設我不要那麼多 大於6的資料留下來的話 那最後多一個動作 剛剛是先排序對不對 有沒有要放B4 然後力道A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你要只留下 大於 6的話 那很簡單 請各位 關鍵來 這個蠻重要 上面這邊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按下去 就有點篩選 有點類似篩選的動作 按下這個按鍵 那你可以看到 他會列出說 那你哪些要哪些不要 那我要的喔 要是什麼 要是大於 大於6的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點這個按鈕 然後呢 再找到一個值篩選 然後 找到大於就可以了 OK有沒有 點這裡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只要找到的話 應該效果就做得出來 但怕就是你找不到 找到之後的話 來試一下 點這邊一下 直篩選 有沒有 然後呢 大於輸入6就可以了 那大於 不是等於 如果你大於等於6 那6會出來 但是大於6 就不包含6 OK啊 按確定 得到的結果你會發現 他就會只出現什麼 有沒有 他就只會出現7 7次以上的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 第一名的步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個步到底出現在 哪裡 我想知道 那你就可能 要利用剛剛 有沒有一欄的這裡 如果你說老師 步哪邊出現過 那你就是從 一欄有沒有 哪邊出現 你可以再到這邊呢 利用 一欄的 包含有沒有 然後把它輸入一個步 就可以了 比如說 步總共出現 14次 但是我想知道 他到底在哪邊出現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等一下 這個 輸入板怎麼弄 這類 輸入一個步 有沒有 就剛剛講的 按 特別說是一欄 不是一個字 因為一個字 只會出一個字 那一個字沒有意義 OK 如果想要看他在 長漢哥的哪一句 完整的 所以7個字 那你就是一欄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他出現的 14次就在這裡 有沒有 那當然你就可以再去分析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 用Excel來做一些 文學相關的研究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亮話 而且我覺得很客觀 然後你又知道 這個負面 第一名 在哪邊出現 然後他的前後文 各是什麼 有沒有 不 不得 不早 有沒有 不早朝 OK 不中 生男 OK 所以那時候女生 跟現在一樣 我覺得現在好像女生 以前是中男親女 現在是中女親男 那什麼 不足 六軍不法 反正這個你可以再去分析 OK 那把它篩選結束掉就沒有 但你可以 把這個複製一下 再貼到你要的位置 然後你就是可以再篩選 那就恢復了 然後呢 一樣喔 字屏裡面第二名是什麼 第二名是 吳 吳在哪邊 你可以再把相關的東西 再去篩選一下 所以喔 這個一欄我先把它拖拉到這邊好了 OK 然後這個你可以拿來做 再進一步查詢 所以 這個地方 最後這個地方再畫個圖表就好 最後的話 在 樞紐分析表裡面有個樞紐分析圖 你再把圖給畫出來 畫圖也很簡單 就是 在點上面樞紐分析表 它會有一個叫樞紐分析圖的東西 畫圖啦 其實畫圖你們 雖然它提供的種類非常多啦 不過 跟各位講用來用去 最重要就是那幾種 而且我們 不需要那麼複雜 如果強調數量的話 那你就用直條圖就好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選按確定 馬上就有個圖出來 那你再把它 稍微放大一下 然後頂多是說呢 你如果希望這個 漂亮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上面標題稍微改 因為它叫和氣嘛 所以你可以 這個地方叫 什麼呢 叫長橫歌好了 然後 字屏統計好了 然後把這個字 顏色換一下 然後字稍微放大一下 然後加個粗體 這樣就OK了 把這個和氣這個叫圖力 點一下 按Delete 這樣子不就是有個簡單的直條圖 看起來好像有一個樣子出來了 有沒有 你至少說 將來你要做PPT 的時候 還可以秀一下 你這個很 很厲害 你是怎麼得到的 至少會感覺 你有一點點專業了 不然的話 有的時候 我 就是 看一些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 人文學界的研究 就是缺乏一些數據 感覺就是會讓人家感覺 為什麼你會講這個統計資料 你為什麼會覺得它負面 為什麼會覺得它悲觀 或者是覺得它這個詞裡面充滿了 比較負面情緒 的原因何在 那如果你假設有這個數據 我覺得相對會 會相對的客觀許多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 最後這邊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叫樞紐 樞紐分析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游標 就是先產生這個 2的話 插入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 它會跳這個畫面 它會跳這個畫面 所以你 再把單字有沒有 拖拉到這邊 這個叫 類別 其實就是它的列 OK 然後再把這個單字 再做一樣的方式 再拖拉到值 那它會列出來 那你再利用 排序 所以排序的話 記得 游標是放在哪裡 放在B4 然後選擇資料 裡面 列到A 如果只要留下 大於 6的話 你就再利用這邊 有一個叫 值的篩選 找到大於 輸入6就可以了 最後的話 再加上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 就是從這邊 找到樞紐分析圖 然後你就找到 直條圖 按確定 頂多我是改了這個上面的名稱 其他基本上沒有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一看 有一個 這個圖 在做的 有一個